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 我们的资料 各位应该知道 直到2021年的10月 那我现在呢 我要请你们到财政部的网站去下载 你要自己去下载 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前面的事情你可以找厂商来去协助你 帮你去做对不对 可是后面 后面你只是要去喂新的资料 你不可能再去找一直找厂商 那图都画好在那边了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你叫自己去捞你新的资料 可以吗 好 可不可以把这个动作全部把它变成自动化 可以 它叫API 但你要再找厂商来去做 这样听得懂吗 那如果你做完这件事 你以后也不用捞资料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读去看这个图的趋势变化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看到图产生变化 然后要去找主管 来去跟他报告 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话 你的工作的效率会整个都不一样 真的你就已经不是在那边到处拜托别人说 请你抠资料给我 这样了解吗 这是不一样的工作性质 看你们觉得说你们要做哪一种事情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要教你去捞新资料 对不对 新资料是在这个地方 首先要输入贸易统计资料查询 财政部贸易统计资料查询 这是第一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输入财政部贸易统计 好 我看就输入财政部贸易统计 然后Enter 然后这边点选进出口统计 这样不太好找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在这里面找的 财政部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多打一些字 不然就是请你找 要找这个财政及贸易统计 贸易统计资料库 贸易统计查询 这样好像不太好记哦 我都是直接用网址了 我重新重新做一次 重新做一次 第一就是财政部 这个很好记 因为进出口资料是财政部掌管的事情 对不对 对不对 什么五倍券是谁 哪一个单位的事 是不是也是财政部 对吧 对吧 好 然后 然后贸易统计查询 还是到这个地方呢 我是点第二个贸易统计查询 我我我我看选第一个看看能不能找到了 然后接下来要找统计查询 这个贸易统计查询 这边是不是有第一个进出口统计里面的贸易统计查询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国家地区货品的交叉分类 请先点出口 可以哦 时间你一定要设正确 我不要那么多个月 我只要符合的110年的11月 到1月到111年的1月 可以吗 然后 这个这个年月别请改成月 因为我希望他一个月统计出一个值 再来就是这些都不用改 请改这一个 我希望输出的格式是四算表CSV 好 这边这边大概可以了解哦 接下来请先国家地区请勾全选 然后把全球拔掉 然后把这个中国大陆与香港拔掉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觉得那个中国大陆跟香港 我们跟香港的关系其实还蛮高的 好 当然啦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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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主要货品别全选 请把总计 都先留着好了 因为我是有留着 可以吗 记住哦 这个全球不要了 然后这个中国大陆与香港也不要 然后请点查询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是这是出口 出口 再来就是点进口 进口 在这里 然后全选 对不起 这边要改 110年的11月 到111年的1月 理论上都是一个月一个月下载啦 这样可以了解啊 好 那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月 月 年 年月别 请改成月 再来就是统计值 没变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四算表CSV 然后全选 把全球拿掉 还有中国大陆与香港拿掉 这样他就会分别算分别呈现 他不会把中国大陆跟香港合并在一起 再来就是这个全选 然后请点查询 这个是进口 好这样就下载好了 可以吗 是 lan